南投县政府在上个月12号通过孔雀园BOT案环评 圆明会也在当时发布新闻稿表示 由于孔雀园BOT案未在少族传统领域范围之公有土地上 就算通过环评仍应资商取得少族同意 因此就在18号晚间 少族针对孔雀园BOT案进行第二次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出炉 不同意孔雀园BOT案开发共67票 同一票数则是一票都没有 完全展现坚决反对的立场 那上一次是57票 那这一次又多了10票67票 很明显就是少族坚决反对孔雀园BOT案 圆明会少族族群委员表示 由于6月11号公告的少族传统领域范围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因此之后若有在少族传统领域内 公有土地上进行重大开发时 就必须征得少族人同意 不管那环境是不是通过 他在开发动工之前 都还是要经过我们少族同意 他才可以开发 那我们今天刚刚67票 反对他开发了 那就明确表示 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反对这个案子 那就不用再担心 孔雀园真的会进行开发 如果按照同意资商权的同意法 就是你三个月不回忆他 就这个就等于不同意了 但是你们要主动的来表决说我们不同意 他们的尊重了 这个就是今天部落会议第一个议题的所在 百年来少族经过历史变迁 土地也渐渐流失 在政府不断促进观光发展之下 牺牲的却是少族族人 这次少族人再次表达对孔雀员BOT案反对立场 就是要捍卫少族传统礼遇 原事新闻E1NO 南投于池采访报导 这里先开始 池采访报导 我们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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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词